心理箱贴上大大的国旗 自称台湾迷的布拉格市长赫瑞普 8月底将和捷克参议院长维德奇 一起来台参访 让台湾再度开启外交泡泡 相关的防疫的措施的情形 当然外交部我们会持续的 跟中央疫情指挥流行中心 来密切的一个协调 不同于之前的日本跟美国团 这次捷克参访团高达90人 防疫规格必须再升级 指挥中心表示 原则上比照美日访台 用外交泡泡办理 全团登机前去交付登机前三天 裁剪阴性报告 而入境台湾当天又裁剪一次 访问期间再裁剪一次 且全团是包机来回团进团出 参访期间全程戴口罩 每日量体温 出入都需实名制 住宿饭店更要分层分流 而9月1号 维德奇将率36人参访立法院 还会在一场发表演说 虽是台湾能被国际看到的好机会 但防疫还是不能松懈 虽然台湾有这个国会外交的 一个突破 可是我们更重要的是 绝对不能因为这样的一个突破 而变成是疫情的破洞 连着我们更要求 相关的疫情指挥中心 一定要做好滴水不漏的防疫 全国忙着防堵第二波疫情 台湾却为外交大开防疫大门 高达90人的外交大泡泡 必须做到密不通风 否则一旦出现漏洞 全民都得付出代价 欢迎新闻 陈欣言张家宝陈丽婷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迎订阅